供应量达到98000伙,比首贵多2000伙 有学说,供应身家有助楼市汇稳 认为市场光线需求仍然强劲 不过楼价升幅相信会放慢 罗维浩报导 本港潜在住宅供应数字持续上升 运输及房屋局数字显示 直至上月底,未来3-4年的潜在私人住宅供应量达到98000伙 比首贵多2000伙,创纪录以来新高 亦比4年前多4成 当中大约7成4是属于实用面积少过750尺的中小型单位 私楼潜在供应里面,有77000伙是属于兴建中的单位 29000伙是属地,即是已批出并且可以随时动工的单位 运房局发言人指,未来几个月将会有16幅住宅用地转为属地 到时可以额外提供大约11000个单位 政府会继续以多管齐下的方式增加房屋土地供应 以回应市民的住屋需要 并且确保私人住宅市场健康平稳发展 理工大学建筑及房地产学系教授许智文指出 住宅供应持续增加,有助市场恢复平稳 目前市场上的实际需求仍然强劲 相信可以吸纳新供应 不过加息等等的因素都可能令到下半年的楼价升幅放缓 潜在住宅供应仍然会缓慢增加 下食量,我相信这两年都是在提升的 有机会迈向政府最终的下食量目标 如果有其他东西不见,楼价会下降的 但实际上市况会随着几个影响 包括利息高上地,楼价会低的 还有最重要的就是经济状况如何 就是泡沛的实际率,香港本身内在的经济 许智文估计,今年潜在私楼供应总量 有机会增加至10万伙 六成量也可以达到政府每年的目标 地产建设商会执委会主席梁志坚认为 未来3-4年,本港平均每年潜在新楼供应 有超过2万个,还以应付市场需求 但是之后能不能够维持,就要视乎政府 未来10年,公屋和私楼的分配规划 认为现时市场需求仍然强劲 银行公会主席梁志坚认为 令市场气氛受到影响,提醒有意志业的市民要留意风险 商业电台记者,诺伟浩报道 发展局局长黄伟伦表示 政府正筹组专家小组研究土地供应推测 希望9月底前召开首次会议 对于有学者建议,填平旋温谈水户建屋 黄伟伦说,欢迎国风,就密地提供意见 政府正筹组成立专家小组研究本港未来土地供应来源 成员将来自规划界和建筑界等专业人士 期望在9月召开首次会议 专家组我们在密合、鼓造 未来我们现在盼望最迟在9月内可以开到第一次会议 再一步细节,我想我们来到 我们准备好,我们会做食堂的工本 专家组成立,并不等于我们政府目前正在做的种种 提供土地的工作,会是暂回或者停止 因为是不行的 其实我们现在的情况是严峻不拥援的 你问到有学者建议将船湾淡水户填平建屋 好吗